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选举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不晓得你对选举的结果是不是满意 我相信有人是满意 但是应该有一些人对选举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沮丧 不管是他在这个地方选举的这个投票 或者是在这个同婚等等的公投议题上面 我看到旁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跟中华民国是没有共识的 就是好像他投的东西他投的这个对象都是失败 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我想这个社会要达到共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不管是这个对于中国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对于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对于这个所谓的同婚也好 或者是有关核电能源的整体的使用上面 很多人的这种所谓的生命经验 或者是在价值观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这一次的投票结果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当然这可能跟所谓的投票 公投票的这个设定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公投嘛 他就必须要二选一 但是很多事情他恐怕不是二选一 而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 或者是他必须要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讨论 才有可能达到某种的这个社会共识 但是这个结果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并不是很满意 只是我们可能不能够太沮丧 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往前走 但是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选举其实是地方的选举 那就是包括县市长 乡镇市长 还包括地方议员 地方明代 这一些人其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恐怕都不会输给这个所谓的中央的官员 或者是中央部会 特别是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不断在强调拼经济的人是选上了 我们也看到除了拼经济的人之外 其实地方派系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恐怕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 回到一个公民的身份 回到一个社区的身份 回到一个在地人的身份 好好的去监督这些被我们选出来的候选人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首长 或者所谓的地方议员 当然对于同婚的结果 其实我们非常看到很多不幸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已经有几位的传出 也就拒报有几位的这个同志的朋友 其实已经自杀或者是自杀未遂 我觉得其实生命还很长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努力的 千万不要寻短 这个寻短其实我们当然知道那样的一个痛苦 那样的一种难过 其实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再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未来恐怕我们连看都看不到 非常非常的不值得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学校 不管是在大学或高中 也开始有一些人在去做这种所谓的爱的拥抱 希望能够给这些同婚的支持者 在这一次虽然有点挫败 但是还能够得到一些温暖 我们都非常乐意看到这样一种发展 我想这必须要再往前走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要努力的 当然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一则新闻 也是跟同婚议题是有关的 人民在乎 提案 欢迎对当时欢迎公道的公民团队 以期待幸福联名 再去过行去加火 共同欢迎当时欢迎公道的 就票数超过700万 让国行政院长 六千党和民主党立委 在变党会议之后 在尊重公道结果共适的 当时欢迎他对上 会不太明快 用转发方式来推动 让国无应该立当时欢迎的转发 立当时共同性化法 由民进党代算挫败 不就民进党立委说 既然没得接受民进党支持 当时欢迎 团队变党会议中一直来支持 当时欢迎收民化的民进党立委 由美女也接着透露的焦点 绿述游美女在去说 我们的支持者 见面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到同样的问题 我想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压力 那其实呢 如果能够当个头号战犯 因此能够让我们的 狂飙的激情的社会 能够因此冷静下来 大家能够看看你周边的朋友 对此游美女在去国 军固通部 公道通过之后 有九位当地 自杀胜盟 三国家之后 希望中国社会要冷静下来 但是 幸好联名继续要求 李欢宜应该贴回 心意中的当地婚姻 修法版本 让正义重心推迟 复合公道结果 加面义的版本 记者组合报道 好 常常其实搞不太懂 这些所谓的反同的团体 到底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好像这个通头的结果 是要立专法 但是其实看起来 又不是要去立专法 而是一种所谓同性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的这些法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很显然的 并不要去承认 这个所谓的同志的婚姻 这个对于 从专法的角度来讲 更不如 就是专法至少 还有一个法律上面 好像在保护这个 所谓承认你是存在的 可是这个其实是完全否定 这种所谓同婚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的机会 甚至在法律上面 可以有一些保障 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这一次的 又要去抓 这个所谓的战犯 要去记起 那除了大家会谈到说 510之外 另外是尤美里委员 我觉得那个政党 不要一天到晚 只会想要去讨好你的群众 或是讨好你的选票 一个政党 既然你当时是有一些意志 当时是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理念要出来 那个理念是很重要 你应该用理念 去跟社会大众沟通 如果今天你只是在跟现实妥协 那么我想这个政党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没有存在的价值 好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民进党败选之后呢 其实也看到 他有开始要做一些调整 这些调整 有些是比较好的 有些可能也是比较 像刚刚那样的状态 并不是一个 要求尤美艇下台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改革的这种方向 不过在 姚基法这件事情上面 民进党似乎有了 一些些的转环的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地方选举过后 民进党执政县市 锐减到六个宛如国民党 二零一四年九合一选举结果的翻版 高教工会观察 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台湾民意基金会陆续发布的民调 两波民意下滑 都和民进党两度修改 劳基法的时间点相符 等于是下滑的一个波段 那事实上都跟 刚好就恰恰跟过去两次 劳基法改二的那个时间点 是完全吻合的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其实他特意不去提这个部分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 其实反而才是去解释 这一次选举失败的一个原因 二零一六年底 劳基法三读修正通过 确立一例一修制度 但也同时删除劳基法规范的 七天国定假日 同时引发雇主劳房不满 今年初行政院长赖清德 在主导修法删除休息日 座一给四 外界解读一例一修 名存实亡 且有条件松绑七修一 加班上线 轮班间隔 学者认为蔡英文上任前的 劳工证件跳票 也连带影响选票 反映出对民进党的不信任 赖清德院长上台以后 他去发动的修正 他是整个把缩短林总工时的 劳动政策这个证件 整个给消灭了 那你光只是去要 这个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方便的话 那损害到绝大多数劳工的权益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民进党如何挽回失去的民心 会不会借由再次修法 还给劳工被砍的国定七天假 成为立委直询时的焦点之一 这个劳工的声音我们也都听到 劳工是听到 但是你们都不做 难怪会说这么惨 我来跟内政部来做一个研议 劳动部长许明春回应会 和内政部研议 不过学者看来在修法又会得罪雇主 所以几率不大 至少在行政院长赖清德任内不可能 老团悲观认为台湾的政经结构 已被资本家垄断掌控 低薪和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 只会让蓝绿两党执政的钟摆效应更加频繁 记者黄一金郭俊玲 台北报道 似乎要把这个所谓的七天假再拿回来 要还给人民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过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搞笑 当时劳工团体或是一般的民众就反对 你要一粒一休 为什么要拿这个七天假去陪葬呢 但是民进党有找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说可以可以的 但是其实是完全违反他们在一开始的承诺 他们在一开始的承诺也不是一粒一休 甚至有很多的委员都提出要两粒 就是要真正的两个例假日 这个政党其实我说实在的 就是我觉得真的不知道要让大家怎么去支持 就是看起来他当然是比国民党还要好一点点 可是其实在很多的政策上面反复 甚至是要去不断的背弃自己的价值 这点让人家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当然如果要把这个七天假还回来 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可是不要再拿七天假回来之后 又要拿去做什么其他的配套 然后又去跟资方去做某种的妥协 这样子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我相信下一次民进党选票恐怕会更糟糕 更不是那么的乐观 另外一个也是跟劳工有关的新闻 在其实我们呼吁了很久 社会团体也呼吁了很久 这个所谓医师纳保这件事情 其实看起来似乎有了一点点的这种所谓的可能性 有一点点的眉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以后控告年是过当时三十五回蔡北京遗书 遗书因为过路急性 心会更去踏掉的桌地 9回一面之后 求因为劳胜死性 失去阻力令令 不过因为当时遗书没拿老计划 没有冰文规划 是很很反应 这十年来 冠西打得很辛苦 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我们就要从民法上面去工房 那民法上面 我们医我们是第一例 其实死掉的医生很多 但是因为打官司是非常的漫长的路 十年了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们还在跟一神 日东部十一月三十五五个 每年九月开始 当于遗书建设四方入计划 除了岁太太和遗书工作都很困定 但是也只出 专台差不多四万八千多名 一家医生 求救苏立病 他们的练义医生 哪一几分 因素根本不达十分之一 因素这次有过 根本连正义都没算 跟人说是在极限变缘 负责任的主管机关的态度吗 日东部基督 若是路纪发的相关工程 几分以及其他疑惑 工作人员 较多 而且又检查复杂 因素 是不是可能 若果继续跟 维护法部 上相关部会 讨论 目前策案 有过去五六十天 也欢迎各位第一位 19号进行 提供意见 作为参考 遗孤 记者总合报道 先为你告诉我们说 明年九月 这个住院医师 可以适用于劳基法 坦白说 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在这个部分 当然要给民进党 给我们的政府 一点点肯定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就像这一则新闻里面 所说的 说实在的 只有一成 还有九成的 这个医师 没有办法纳入 这个劳基法 也就是 还有九成的医师 没有这个劳基法的保障 他可能还是会 大量的出现 这一种过劳的情形 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 谈的非常非常多次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 这种所谓劳动条件 他也不会有一些好的 这种专业服务 越来越多的 跟我们生命有关的 这些工作者呢 其实他们都走上街头 他们面临的非常严重的 过劳的问题 不管是司机 消防员 或者是 这个医生 或者是像空服员等等 这些都是跟我们生命 有关的这些行业 这样一个产业 在这里头工作者 就在服务整个社会 用他的专业 在服务整个社会 他要必要的休息 他必须要有必要的权利 我想 说实在的 一点点进步是不够的 民进党如果要让自己的 这个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那当然 你就得要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把这个劳工的权益顾好 这是今天的关键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